大家好,我是宗翰 我去年年底才開始跑這個社群 大概才來聽個兩次左右吧 然後我想說 有些論文我還是可以這樣讀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找一下當初在那個schedule上面 還沒有被報過的論文 反正是其中一篇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分享 如果講太爛,就請大家包涵一下 那Visnet的話 因為打從2012年開始 從Visnet他在那個IL SVRC的競賽上面 他的錯誤率低到百分之 利用那個Newal Network 然後把錯誤率壓低到百分之六點四之後 Newal Network在Computer Vision上面就是一個現學 然後從2012年之後 就是做Computer Vision的部分 就很多很多的 用Newal Network去解Computer Vision的圖文出現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Newal Network的層數也慢慢加多 例如說14年的時候 VGG跟Google內的分別加到19跟22層 那然後隨著層數不斷的增加 然後但是他錯誤率也慢慢的壓下來 但是在層數不斷增加之後 就是這邊的作者其實有提到說 他有做一些實驗就是繼續把層數加深 但是他的train-in error反而會上升 他的error rate反而會上升 然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提出了resnet這個概念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他用resnet建了一個152層的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然後把他錯誤率壓到13.57% 這個因為人類的錯誤率大概在5%左右 所以這個就是一口氣直接 直接讓辨識成功率高過人類的辨識成功率 所以這篇論文就是這篇論文就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 讓neuronetwork可以在 可以讓那個類型經網路在往更深層的方向走下去 好,所以今天要講的主要論文的這兩篇 一開始我是看這一篇啦 但是後來我Google就有Google到這一篇 就是Kataku作者幾乎是同樣的一群人 那這一篇跟上面這邊的差別 上面這邊就是發表那個競賽的那一篇 就是提出resnet概念的這一篇 那這一篇裡面他有針對他第一篇所提出來的 resnet概念做一些改善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看到說他 他有做一些不同的方案的比較 然後最後的結論是他有一個 他有改過他前一年發這邊論文的某些地方 所以讓他的 讓他可以讓那個neuronetwork會走更深 然後錯誤率不會 一樣不會因為走更深的上升 所以一開始先講第一篇的論文 那這是一開始作者他提出來說 他做了一些實驗 這是他這邊寫planetworks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就是convolutionalneuronetwork這樣子 然後一個是乘數20層一個是乘數56層 他利用一個20層的CNN跟56層的CNN去辨識C810資料體裡面的圖片 然後C810我稍微講一下裡面就是 我記得大概是好像有6萬張圖片吧 5萬張是做忘記那個數字的 大概 大概 呃 反正它裡面就是大部分都是342層342的圖片 然後有10個類別 然後大概有6萬張左右 實際上數字可能google一下 就是大概6萬張左右是 呃 tests 是training的 然後有5000張是validation 然後再來還有1萬張是做test用的 不過這其實應該是看使用者怎麼去用啊 然後重點是他在這邊做 呃 做training的時候他發現說 他用一個20層的跟一個56層的去比較 然後 在training跟test的時候 你的error都是上升的 那如果你是overfitting的話 通常是training的話 error會下降 但是 應該是說training的時候training得很好 然後你test的時候error會非常大 這是正常的overfitting的狀況 但是在 呃 作者的實驗裡面發現 當他網目加深的時候是training training也training不好 然後test的error也變大 所以他覺得說 這是 這是neural network的設計本身的問題 而不是overfitting造成的 那為了解決說 neural network 那個 網目變深的時候會 造成trainingerror上升 造成error rate上升的這個問題 他提出了這個叫resnet的概念 那resnet其實就是說 他其實就提出一個叫resetual unit的概念 就是 呃 他 原本我們的network 這個weather layer 就顯示了他是做convolution 那原本我們做CNN的時候 就是做convolution activation convolution activation 那可能穿插一些破零之類的東西 那他 這是我們原本的CNN會做的 但他的改善方案就是 他額外多拉了這條線出來 就是 當 就是除了我們CNN這樣 他直接 他讓那個signal往下傳遞之外 他額外 做了這一條 他叫做short card 這個接近 然後讓原本的訊號 有另外一條路直接傳下來 就是除了被CNN過濾 除了被 我們路線過濾過的部分之外 原來的訊號有個機會傳下來 然後他會把過濾過的訊號 跟原來的訊號加起來 再經過一個activation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記得他resigual unit 應該是 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如果沒有提出的話 所以 我們原本的網路就是這個部分 大家現在多了這個identity 叫做identity mapping的部分 或叫做short card connections 那 假設 假設HL for X 這個東西 是我原本要整個網路去學的hypothesis 那 我 我整個年來都想要學到的hypothesis 是H of X這個東西 X是你的input 然後 我就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F of X 另外一個部分是X X就是我identity mapping下來的這個東西 那F of X就是CNN的部分 他要去做調整的東西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寫成公式的話 其實就是 你進來的input 他先經過waiting 你的F就是 你的F的部分就是 你進來的input 先經過一個waiting 然後activation之後 再一次waiting 就再一次convolution 然後他把它 再跟原來的 identity mapping下來的訊號 加在一起 然後最後再過一個activation 那 作者就是提出說 用這樣一個東西 來改善training error 會一直上升的這件事情 那 這邊大家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這裡通常是 就是 經過convolution的時候 你的維度是有可能會改變的 對吧 對 你的圖片 你可能會有stripe 或者說你做了palling 你的圖片的維度就會有改變 那 你的輸入跟輸出 你要 你的輸入到這裡 準備要跟 它原來的走結晶下來的這個地方 相加的時候 你的維度不一樣就沒辦法相加 所以如果你維度不一樣的時候 就要做一點調整 就是你會有個judgment在這邊 你要把它乘上一個角色做 做projection 對 然後 加完之後 再把它送進去做activation 這樣的一個單元 我記得它叫 residual unit 其實是第二篇路我們用這個字 那這個是 如果有 大家去看那個 YouTube的文檔老師的 錄影帶的話 就是他用來解釋 那個 residual residual network的地方 那 原本我們的做法是 有個input 然後中間就有一對 neural network 然後它就會有 某一整個輸出 那 現在的狀態是 我 X經過某個 neural network 有輸出 然後 後面我希望再把它繼續加深 然後原本會經過conversion 然後再有其他的輸出 讓我這裡中間給它牽一條線 從這裡加到這裡 所以 你 shortcut connection之後的輸出 shortcut connection之後的輸出 是 原來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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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card會有助於改善 那個 網路加深的時候 卻沒有辦法降低那個AOA的狀況 是因為 有一些狀況假設說它是 就是 當我的網路越來越深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遇到說 我其實這一層出來的訊號跟 上一層出來 就是我這個訊號 就是我input這麼多 我讓它過這一層再做 conversion或做一些filter的時候 其實 這一層它學到的東西 是不需要對這個feature做一些改變的 就是它幾乎是identity沒有輸入過去的 但是 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網路是持續加深的話 不利於它去學這樣的東西 所以 它就在 所以這個short card connection 可以說如果我 假設中間的NN不容易學到 假設這一層它有一個訊號是 就是 某個feature它過去的時候 其實是 這層的 這些 這些什麼convolution不需要對它做改變的 所以它原本會identity map過去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short card connection 這個convolution可能 更不好去 勒到這樣的feature 所以 所以 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就 為了要改善這樣的狀況 所以它就多了這個short card 所以 我中間的這一層neural network 只需要去學 除了identity之外的部分 我們待會兒要上一頁 抱歉我忘了講一個東西了 因為我把它拆開來了 所以為甚麼叫resigual neural network 因為 我 多了一個short card 原來輸入的訊號直接接到輸出 那這邊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我真正要學的東西 你把x移過來 所以我真正要學的東西就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真的寫錯了 剛剛發現好像寫錯了 應該是解 sorry我看一下 喔!果然是寫錯了 這裡是解號 ok我等一下再趕 sorry我果然 果然發現這裡寫錯了 就是 我整個hypop其實是f f of x加上x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的f of x 實際上這裡是解的 sorry 劉喜剛 剛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那 所以f of x就是要纏差相 因為 就是 我真正的 我要學的hypothesis 跟我輸入訊號中間的差 是我要學的東西 那 你這個地方 因為我接了一個short card過來 所以 所以 我的resigual 我的neural network 只要去學 我輸入訊號 跟 我要輸出中間的x就好 所以 所以如果是 所以如果是 他其實是 如果這個地方的訊號是 identity mapping 他實際上 你讓他一直去學 然後你 一直去learning 然後你中間這裡 假設是一個 對他最後學到結果 就是理想上這一層就是不會對某些feature做改變 那他學到最後就是這些微點是0 就很簡單說微點就是0 然後 你真正 因為他不需要做改變 所以 所以你的 所以你的 需要做identity的部分 那個就是 你的feature是 需要圓方不動往下傳的部分 就直接透過這個short card接近 就直接往下傳 就是 整個resnet背後的概念 他把 你 你原本 透過CNN要學的 就是全部要CNN去學 改成說 我有 identity的部分就是 我中間有些訊號 可能就是直接往後傳就好 然後 我這中間的neural network 我要學的是 我原本的訊號 跟我輸入訊號中間的x 所以叫做residual neural network 就是resnet 因為是殘差的部分 你的中間學的是 中間的neural network 學的是殘差的部分 然後 這一篇論文 他大概就是 你會去打imgnet imgnet的那個比賽 所以才出名 那 在paper裡面 他其實 主要是比較深 其實他跟其他的net 都有比較過 他主要是比較深種 一個是bgg19 這是 前一年才發表的 前一年發表bgg19 所以我記得他 弄歌裡有寫very deep 之類的 對 然後格林就有人把他幹掉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他比較是 34層的 34 layer plane 34 layer plane 就是說我都不加shortcut connection 然後 這個是resnet 就是我34 layer 但是而且我還加上 那個shortcut connection 所以我真正中間的neural network 學到的都是residual的部分 那這個顏色區分的是 他的feature map的大小不同 你會發現說 以bgg來講 卡到了 下面 我滑鼠 下面這裡根本是224 然後他經過 這邊邊112 56 然後這樣子往下 然後如果是resnet他們2015年的 這個實驗的做法是 他就先透過一個 7x7的convolution 然後stripe2 後面馬上帶一個 poly layer 然後也是 也是 也是 這應該選2吧 然後就是這樣所以他dimension會直接從 224降到56 然後直接發現紫色的部分 就是56乘56 然後綠色的部分是28乘28之類這樣子 然後他的 他的short cut connection有分實現跟虛線 虛線就是你的dimension會不同 他需要做projection的地方 你實現因為他的feature map 不是長一樣的 他不需要做什麼paying或者是projection 因為他的dimension是一樣的 他就直接把我們下傳就好了 然後 到最後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比賽好像是1000個category對不對 所以他最後會再有一個fully connected layer 是1000 就是會產生1000個category category 的 結果 然後 這個網路沒有用drival 對 這個網路沒有用drival 然後 因為他實際上在 實際上在比賽的時候他最後的結果是152層嘛 然後這邊用34層的new1network先做一個實驗 然後 這邊的實驗就是 這邊他一開始做的實驗就是 他有做18層跟34層 然後這是 plane network 就是18層的plane network 跟34層的plane network 然後這是18層的wesnet跟34層的wesnet 虛線我記得是training error 實現是test error 然後如果你是plane就是 如果你是plane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 就是剛剛講的沒有short card connection 然後你把他從spa層加到34層的時候 你會發現training error跟test error都是上升的 S8到34 你會發現他的error是往上跑的 但是如果你是resnet的話 他的error會往下降 然後你可以看到 假設是 然後iteration跑大概6萬個iteration 所以應該是5萬多吧 應該是 我記得配備上就說他跑6萬個iteration 那 你大概看到說大概在1萬多 1萬多中間這裡 plane network大概他的error還有40% 可是 resnet他的error已經更要接近30% 所以他 resnet不只可以讓 你的 你網路加深的時候 你的error不會持續上升之外 他可以加速你 收斂的速度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一些實驗條件 這個跟剛剛前面的圖 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他其實他有做 剛剛前面的圖 Faber上的圖沒有把那個batch homorization 畫出來 他每個convolution的 前面會做一個batch homorization 然後 這邊我要澄清一下是 這個剪接上面我一開始可能有點寫錯的地方 因為我後來發現他裡面有一段話是說 就是 一開始 就是我去看外面的 如果去google外面的文章 剪接resnet的 也是說 因為會有gradient vanishing 或者是gradient exploding 造成說 網路加深的時候 training的error會上升 那是 根據我後來仔細看 我們看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論文裡面的說法是他覺得 這個 error的上升 不是 不是 不是如一般所想的 是因為gradient消失所造成的 就是就算是planned planned的error上升 不是gradient消失所造成的 因為 他有用batch homorization 所以 forward propagator的signal 不會有問題 然後他有去monitor back propagator的 部分 他規定也沒有消失 所以 他的conclusion是 你從18上到34層的時候 這個error的上升 並不是因為 gradient vanishing造成的 但是他 從一段話裡面也沒有解釋出為什麼 對 他從一段話後面有說這是future work 可是將來可以再study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最終的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 他跑6萬的 intervation之後就是 planned的 error會上升 然後resnet的 error會 error會上升 這邊是我 昨天才發現的 所以其實還沒有读完 但是我覺得這個圖很有趣 所以怕過來 就是 這是去年的論文 他去年的論文 他有一個人做 這個東西就是他想要去 visualize 你的loss service 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 不管是deep learning或 machine learning也好 他其實都是在把那個loss最小化 那 你loss最小化其實就是在找 整個service上的最低點 對 你其實就是在找一個 呃 你其實想找的是 global minima 整個service 整個 他可能不是 或者是更高的 可能就是global minima 這是我們所有的machine learning背後的概念 那 這篇論文他 就是提出了一個方法 可以去讓人類視覺化 你現在的這個model 的loss 長得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給他 不 你給他 model裡面 各類waiting給他不同的參數 其實你算是有的loss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一直不斷去動一堆waiting 然後 就可以劃出一個 很像是service 如果我的waiting往哪邊跑 他的 loss大概直接是多少 然後最後他就可以劃出這樣 那 他其實就是裡面有一些技巧 我有時間再來講 可以去 因為我們實際上的 我們實際上的 實際上你在trend deeper Deep learning 你要trend deeper 的時候 裡面可能是數十萬上百萬的參數 所以你的 dimension非常非常的多 他 提出一些方法 讓你可以在一個 2D的狀態之下 這個case line 是2D的狀態之下 把那個loss service畫出來 那 左邊這張圖 是他去做了一個 56層的resnet 但是沒有 放skip connection 右邊是他放了skip connection 就是有showcard的狀況 那你沒有showcard的狀況 你發現這個loss service 長得非常的崎嶇 所以你 你學一學可能就掉到某個 loco mini 就不會找到bloco mini 但 如果你的 整個 應該說我們理想上 我們在做各種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loss service 是長得像這樣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complex的形狀 一個碗工狀 那偶爾是會掉到 那很容易就會掉到那個最低間去 那 加上skip connection之後 他那個 model所畫出來的loss service 會長得像這樣 所以 skip 就是 就是 原作者的 taper 跟文檔那個 那個課程都在想辦法跟大家去講說 大概是長什麼樣 所以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想法 想說為什麼 就加個skip connection 是可以用的 但我覺得 這兩張圖一看就是很清楚 因為你的loss service 怎麼就是變成很矮正 但是他裡面有一些細節的技術 就是他怎麼去選出這個 sr跟y種來畫出這個設計 我反正外面看不到 對 有時間再來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先去看一下底下這邊論文 因為我覺得這兩張圖真的是就是很清楚的告訴你為什麼那個skip connection很有用 那 剛剛是測 剛剛前面的部分是測 18個layer跟34個layer的 resnet 然後他只是 去demo說 如果使用resnet的話你的 Trending Arrow Converge會比較快 而且 你也 你的converge會比較快 然後你也不會因為網路加深造成你的 Arrow上升 那 這邊啊 就是他學測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知道中間 回到一開始的那張圖 你會有一些地方dimension是需要改變的 你不論是在 深度的方向或future map的方向都可能有些改變 比如說128 128變256 256變512 然後這邊64變128 在做的時候你的dimension不一樣 所以你就有一些選擇 比方說多算dimension怎麼辦 加零 自由配定嗎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你的 show card的部分 輸入跟輸出dimension不一樣 對 你就有幾種做法 譬如說我就加零 然後 就是他有一部分 第二個是 有一部分做projection 另一部分是加零 但是 不管怎樣 我那個 我的 全部對 全部projection 就是 比如說128變256 我就整個成一個超大的矩正 就是 就是全部都是加成過的 對 那 error在這個 他們 他測過這三個方法的error 那 你會發現到說 ABC三個方案的話 A到B之間的 的改善是比較明顯的 就是如果你用projection 至少有部分是projection 你的改善比較明顯 那當然projection就會多參數嘛 因為 你那個projection 那個矩正裡面的每一個值都是一個參數 要讓 要讓network回去學 那 A就是 就沒有參數 反正 全部 多的部分全部要丟進去就好 那B就是有一部分 多出來的部分用projection的方式去打成 C就是全部的projection 那 D跟C的改善其實沒有很多 主要是A到B之間的改善 所以他這個論文的作者就說 因為他覺得B到C之間的改善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後面 往後持續加深的時候 他使用的是Option B 只是比方說你128 深度從128成到126的時候 只有後面是projection出來了 前面是 Identiment過來了 深度方向 projection 他裡面是什麼樣子的 神奇的論文沒有寫 論文沒有這部分的數學 所以我其實 我曾經講這部分就是有點不理解 我其實有點不理解 那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跟你講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我一開始就有講到說 如果我需要projection的時候 我就乘上一個矩陣 對吧 但是你現在有三維嘛 你有feature map的兩個維度 跟一個是深度的方向 那你 過 你過這些地方的時候 你的feature map 應該偶爾是projection出來了 只是你的 後面那個 就是你的深度的部分 不一定要是 直接 撐開來來做projection 他可能有一個是分開來處理 就是 雖然沒有寫 我直接講我的假設 就是 他 比方說我深度從128變256 那前面128的部分 我就只有做 兩個維度的projection 前面 就是你的 你的 128 你深度是前面128的時候 你就是用 只有feature map 對feature map 做projection過 可是只有你 後面那128多出來 那128再做處理的時候 才會 才會額外再多出一些參數來做 重生方向的 的 projection 他把它分成兩段處 我猜想是這樣 因為他這邊只有文字描述 找不到 數學士告訴我是怎麼做 可能要去 這可能要看人家的call來看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覺得他的維度 是怎麼 實際上矩正是怎麼沉起來的 我還想知道這個 對 他這邊就 原本的論文就有寫說 B是為了要 因為選用B的話 他就不需要學那麼多參數 然後他 算的時間數量都會不會下降 所以後面的50 100 152 就是使用 部分是projection的方式 往下降 然後 就是error就持續下降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 因為剛只有測到34成 但是實際上 我們知道他比賽用的是152層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直往下加 一直往下加 一直往下加 然後他這邊又多做了一個 一個 他這邊動了一個手腳 就是 你的 原本我們說的 我一直以為是 就因為長這樣 但是他為了當層數加深的時候 他又想要再降Comp 來升 所以他把他5里式就改成右邊這個樣子 改成右邊這個樣子就是說 他先用一個1乘1Comp 把 例如說256的 原本深入的256先把他輸到64 然後 過一個3乘3Comp 然後再把他用個1Comp 再把他斬回256 因為這樣子 的話 他的 他選的變數就會少很多 因為你是 你原本是3乘3 你原本是 這邊的變數就是9乘以64的 再加9乘以64的 你這邊只有9乘以64再加 旁邊一起寫的樣子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喔 沒有 因為 對對對 因為 因為他中間在做的時候 所以 應該說他中間在做Conversion的時候 他深度方向就不需要去處理到56 我理解是這樣 所以 可以看一下他左邊的內核的做法是 56乘56 28乘28 14乘14 7乘7 然後他一直在下 你把他移過來之後 他看起來就 因為你是把 Activation移到這邊來做 你想像我之後的 Activation移到 下一次的 Residual Unit的前面 但是因為這個結構是周期性的啊 所以你實際上這樣看 他其實就等於是下一個 Unit的前面做了一個 Pre-Activation的方式 就是 你待 你一開始會收到 上一層Layer出來的訊號 你這個Residual Unit這邊 訊號進來 又先做一次Activation再往下走 所以 他的這個Proposal叫做 Pre-Activation Residual Unit 然後 他把 他把Activation移過去之後 他還把 因為原本的 原本 原本的 內握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BatchNormalization 然後這邊又刺了 不同的組合 就是 你有 把Idea上面先把Activation移過去 然後再把 BatchNormalization的 位置做一些排隊組合來處理 這是原本的設計 就是2015的做法 就是 Waiting 竟然細心做一次Convolution 然後做BatchNormalization這樣子 然後要出具之前也做一次BatchNormalization 就是他BatchNormalization是在 Convolution之後就會馬上做BatchNormalization 然後 後面有試了幾個 對 那最後的這個才是他 最終的設計的版本 就是 我在 BatchNormalization放在 我的Activation的前面 Always放在我Activation的前面先做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所有5格的結果測起來 效果最好的是 把BatchNormalization放在Activation的前面 就是跟他原來這個內的也是有點像 就是BatchNormalization之後 才是 Activation 這個的測試出來的Always是最低的 5.2 他在100 就是在110層跟160層的話 測出來的Always都是最低的 然後 接下來他測 用 這個 用這個設計 來把網路一直加升一直加升一直加升 打到 1001層吧 對 那你發現他 就算是 CIFAR 10 的 Image 他的L-Ray也沒有上升 然後Bassline就是 Bassline Union的就是 原本2015年 Nuron的那個做法 也是A的這個做法 就是跟 去年那個Nuron 就是跟前年那個Nuron是一樣的 當你往後 就算是 Bassline Union Bassline Union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Image才32x32 而是你做ImageNet的那个是224x224的Image 你光是Image的用量都变小了 对啊 可是你只做CV10 然后你会运回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玩玩的 但是这篇論文 他的第二篇論文就只有做CV10 但是他的第一篇論文也有提到说 他计算能力有限制 所以我猜这是计算能力有限制的关系 我猜是这样 但是你问得很好 你要说他的选拔多强啊 對不對 關鍵上面有写我可以再 这样Google一下讲得到啦 那这种方式应该就是 使用在素的 就是白癡的情况里面 对啊 或者素的或是 所以 老素的都不能 有看起来是这样的感觉 你素的白癡不能用 你是之后 我说这种方法 用在素的白癡 然后背这些之类的话 看起来是 因为他的参考点 如果变的话 就会拿出来 可是你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是 所有supervised跟 unsupervised 的人都会 都是一样的 因为 unsupervised 没有 没有答案可以对啊 没有答案可以跟他算Lose 这个跟这个 这个都有答案 对 我意思是说 应该是说 如果你问我说 skip a connection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说 好 好 你要 因为supervised 是 如果你要说supervised 那所有deep learning 这个 所有技能都是supervised 因为你要有 先有label的 这个 对啊 这个跟 是不是resistion 没有关系 对 所以我 我在想说 因为 他有一个 比如说 他最近Lose 然后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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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跟 标准答案去比对 算Lose 对 所以我感觉好像是 如果是 我应该unsupervised 好像 没有 没有label的答案 那应该是 可是unsupervised 你讲的 应该是说 就是unsupervised 會有其他的方法 他不是没有办法说 就是直接跟 答案去算Lose 可是unsupervised 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例如说 Classement 可能就有一些 算距离的方法 那些之类的 他就是 如果你有学过 天明或者是 海外皮革的那些方法 其实是 不断的去算距离 然后算距离多近 就把他算全面 是像这样一样 就不是用Lose去做 那如果是Deep 呢? 您做unsupervised 怎麼辦呢? 有没有这种用途 我全看了都supervised 嗯 有一些 比较像是 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 你现在很supervised 例如说你可以做AutoEncoder 就是有一种Mirror Network 它是左边右边 完全会成的 然后你输入跟输出 是长一样的 我张image 就给他另外一张image 我让他输入 然后经过这个变色 再变大的image 跟Mirror Network 出来要长一模一样 我的输入就是我的答案 那这个东西的作用 其实不一样 他其实不应该说 他是supervised 还是unsupervised 他是做feature extraction 就是我把一个网路从 例如说我有100个 假设我image是32x32x32 这样子多大 200多 然后就是说 输到比方说中间是 400或100 然后再张开到900 然后我把输入 输出这样去称这个Mirror Network 那你称完之后 你的 你就把这个网路拆成两段来用 因为你如果可以用 例如说你中间 可以缩小到只有100个设计元 那代价说我原本输入是900的 这样的一张图 那其实underline 我可以把他的 有点像PCA那样 我把他的变数说到 大概只有100个 100个变数就可以 就可以描述 我这给他这里面所做的状况 所以他那个 这种Mirror Network 他的作用是 其实是做 是做 是做类似像是 feature extraction 的那种概念 如果是像这种 Mirror Network 你会不会在里面 你如果问我说 在Auto Recorder里面 加上Showcard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我不知道 我一直说Showcard 的概念 是 Showcard 这个概念就是 他放在 Mirror Network里面 training的时候 可以用来reduce 加… 当你文物层数加深的时候 的training error 会上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然后根据去年某篇论文的图 看起来是他会改善你 Lost Service 的形状 但是你如果 你问的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Supervisor Supervisor 那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的问题 就是 他们本来就不是在用的 对 你会想要对里面 还卡在那里去 嗯 你 你可以去做一个像Auto Recorder 这种网路 因为 比方说你要做Clustering 那你可能Clustering之前 你不知道哪些是你的feature 你可以先做Dimensional Reduction 或者就是Feature Retraction 这样的工作 那你可以一定 用我刚刚讲 Auto Recorder 让类似性网路 帮你寸出 其实大概 有哪些 怎么样scale的变数 就可以描述你的 然后你再用那个 你再把 你再拿那个 那一半的神经网路 encoder的部分 输出的结果 去做Clustering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有一种网路 它是长量变瘦 再变大 那你train的时候 输入跟输出都一样 那你train完之后 你就把网路切一半来用 左边这边的 左边这边 image输入 假设像900格 变到100格 那你这边输出100个数字 那你 那是代表你的image 你image虽然上面有900个pixel 可是其实你所有image里面 所有的变化 你只要用100个变数 就可以描述到所有的特征 那你在做Clustering的时候 你就可以缩小你的 你在做unsupervised的Clustering的时候 你的演算法 就不用承受那么大量的data 会加速你的演算 因为你可以先做一个特征工程 先把特征提取出来 但那个状况 你会用到类生机网路 那类生机网路 也是supervised train train出来的 那我没有试过 在AutoNicode上面 加上这个Blox 也许有论文 只是玩家去Google而已 好 好 請問一下 那個AutoNicode 它是假设说 在很深的 那個Nual Network下面 那個你的输入 跟你理想的Y的输入 是不會差很多嗎 就是 ResNet的那個 Skip Connect 假设這個情況下面 嗯 你講的是 就是 這個東西 然後很深很深 這個在很深的某個地方 對 就是理想的那個Y的輸出 跟原本的输入是不會差很多嗎 是 應該是 正講不太對 你這邊 不太完全 就是 你這邊有一個輸出 然後我這個輸出 經過某conversion 某兩 某幾層conversion 它有另外一個輸出 對吧 對 那 如果 因為我的層數加很深 然後 你每一層都會學到一些不同的feature 那 如果這個很深的Nual Network 現在要學的這一層 其實對某些feature是 不是在我這一層學的 所以它會去 其實應該往下傳 那我的 那我的Comeration那邊 應該要直接給它 意義或什麼東西之類 它就會 就直接過去了 對 那 我認為 它原本的argue是說 當你網路很深的時候 你中間的convolution 會不容易去學到 這樣的概念 就是 它不容易去描述這個 它沒有仔細證明說 為什麼不容易描述 就是它的感覺就是 當你網路很深的時候 你中間的convolution 你剛剛去學那個convolution 上面的那些waiting的時候 它不容易學到這種 需要identity code 傳過去的狀況 所以 the skip connection 就是希望說 你不好學那沒關係 我幫你介紹結晶 你前面的輸入 我就直接幫你導到輸出 所以 如果你多了這條路 那我這邊的輸出 最後輸出是 原來的輸入再加上 加上convolution的部分嗎 那如果是訊號一樣的 它本來就應該倒過來 這一層學道的時候 它本來就應該倒過來的 那它的convolution 這邊的waiting 我就變成一對0 那學道的問題應該是一對0 那真的需要學的部分 就是才會有waiting 所以它叫成插網路 因為你學的是 它變成說 你中間convolution 應該學的是你的捷徑 那要加上你真正的 你真正要的 你真正要的 使物群這兩個加在一起 你利用得過 wrong的時候 是全部放一起去wrong的 你真正的hypothesis 然後跟你的 你的 那個hypothesis 跟你的輸入之間的差 所以要乘差 對 它指的是不一樣的部分 我才學下來 一樣就直接往下pass過去 所以我從前先 只會學到那個 真的不一樣 需要做filter的部分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部分就是 我這一層那個wrong 不會對這個 feature 做過影響 我就直接往下 嗯 這比例多嗎 怎麼看這個的比例 怎麼看這個的比例 有好問題耶 好像沒有人在講那件事情 對啊好奇 那些比例比較大的特性下 是不是才會需要這個 每個故事所有的 或者說 我的猜想 就是想像 我不知道這是對的 就是當你的 另外一個很深的時候 你的每一層網路 學到的東西 去需要去學的 feature 就 就更不一樣 你每一層網路應該 學到不同的 feature 只是你 有些 feature 就不會在這一層去學 因為你有別的層去學到它 你理論上 應該讓別的層去學它 但是 就是你去聽 AndroidNG的這一個 Developing.AI也是 他也是這樣講 他就是直接講說 概念上應該就是 如果你網路很深的時候 你的convolution的部分 會不容易學到這種 我要讓訊號 直接往下傳 還有waiting不容易 學到這種waiting 所以你的tending error 會變得不佳 對 那我提供 我覺得他的概念 是我提供一條結晶 讓你訊號可以直接 如果你這一層類的 其實本來就不是要學 某個feature的變化 某個feature的處理 某個feature的處理 那我就直接 讓你把原來的訊號 透過結晶往下傳 那你那種需要 identity的地方 需要直接往下傳的地方 在你的convolution layer裡面 直接對應它 學起來 它的waiting就應該是0 應該會很接近0 之類的 就它的waiting會很小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 因為這個 我們其實找不到很明確 數學證明到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是為什麼我會 想要把這張圖 放在UK 後面的圖完 因為它其實就很明確 來告訴你說 如果加上skip automation 我的loss service 會變得很smooth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的 你的machine learning 沒有像這麼漂亮的 沒有像這麼漂亮的 loss service的話 像這種東西 你隨便跑都會 跑到local minimum去 對啊 所有的deep learning 都是這樣做 可是這樣 它不是扣掉 它就是原本是 原本是 原本是hs 但是它不是扣掉原本的hs 變成hs 這樣的話 沒有啊 就是多 你只是多個convolution 你back publication 我猜它應該還是要是一樣的 因為 你這裡就不需要publicate 如果你沒有waiting 你就不需要publicate 任何東西過來 但你這邊有個waiting 是需要從這邊publicate過去的 對啊 但是如果你 這邊又有projection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那它就 額外在這邊也要做publicate 去算ws的問題 只是 我沒有搞清楚ws的細節 它這樣轉 對於那個x直接 我說 直接移過來 直接移過來 這些事情 它到最後面 那個layer 那代表原始的那個訊號 一直傳對不對 對啊 那 這樣子它在最後 你說它是說 classification 不會 它還有一個 它還有一個Fully connected的 而且 而且你講了這個問題 我還沒想過就是 它其實也不是直接一直傳 你這些虛線的地方 都有publication過 它可能 那地方會學waiting 所以我 我沒有實際上的證據 因為實際上要 跑過一遍才有辦法 然後我預計 下個月之後才有 顯示卡的電腦 可以讓我跑跑開 所以現在手邊沒有 對 但是 但是我認為 我也還想過出方法 去vizualize它 我覺得這邊可能會有影響 因為這裡是有waiting更學的 這三條序線 那我就是有waiting更學的 這三條序線 所以這種東西 要講一講就很像 很像神話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是最明顯的 就告訴你 要加上steep convention 你知道你的note service 變超漂亮 就這樣結束了 這麼明顯對不對 看就懂 所以 因為有這張圖 也可以說明你剛剛有 想到那張錶的時候 它的那個很快就 converge 對很快就converge 對很快就converge 你只要可能在這邊 跑跑跑跑的 搭配這張圖是很難的 對啊 可惜這邊配合還沒練完 所以 練完了再來 再來跟大家 所以你要放這一點嗎 這個 排在後面 這邊還蠻有趣的 真的嗎 對啊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實際 不然 其實你說neural network 你除了 除了那個 除了那個 鬼臉你公司寫得下 真的 當你設計出來 哪一層有影響的時候 你也很難去identify它 對啊 但loss service 這個很 就很直覺 對啊 你可能知道loss就是長這樣 那我們下個月要買哪一張顯卡 好問題 這個問題在視頻上有問 沒人回 就是大家現在有 對啊 今年不是有輸一張八萬塊的 也太貴了 TX 大家知道有個網站 網頁 那一個 就是一個 很多 我是 他一直都在跟大家講說 奶昂卡信息率最高 大家知道用網頁嗎 不知道 你要不要貼在那個上面 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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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就會忙 他在12月 2018年12月16號還是要update 他說信息率最高 目前是RTX2070 2070 他不建議你 他不建議你去買 他不建議你去買 沒有TI 他也不建議你去買 那就是 那還有另外一個網頁 他也會跟你講出來 馬上Google等一下 好 繼續講 繼續講 我可以領個點 問我再見 你丟 你丟 你丟社群 丟社群 丟社群 另外還有 人在討論就是PCI 要多少Buds 因為大家這邊可能都跟我一樣亂貼 對音疊也只能懂 他裡面有談到說 那張卡 他如果Buds的話呢 是要幾個圈弄會比較好的 這些影響 這邊有人是比較懂得 所以也堅持到說你們要插幾張卡 所以 或許 可以提供一些參考 只要我自己個人組 目前我就給他弄一張卡 所以 其實我就照上面的 你是1080嗎還是 我公司現在是1080 那是去年 去年 那今年自己要花錢 我本來是 沒有想出那麼高 可是1080太 因為現在出了080太了 所以 你現在可以買1080 他 我只要去養護拍賣買會更便宜 所以 所以那個block 他上面寫說 那你要不管真的要買1080 那你不如去買RTX2070 是喔 對 所以他有可供的比較 所以你帶給大家看 可是 可是我會懷疑 他這個機體比較少 還內的跑得動嗎 比較少 因為你1080跟2080 他有吸群 他還在跟你講說 那你 可以把Model剪成16V 然後效果會差太多 上面有寫很多 那是半精度training 可是你不行 用半精度training 你怎麼知道他沒差太多 因為他已經幫你做完了 等一下 我貼過去 你們參考看看 他貼過去的 好 所以大家都有想 有要買型卡去找 11月5號 對 我立刻接上去 但是我確實有 確實我在網上有看到說 現在2系列的 他對半精度浮點數的運算有比較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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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天佩本子寫說 不需要用到那個 他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用半精度 就是你用10個bit的話呢 所以你速度也比較快 然後他跟你談的時候 這樣子就OK了 就是怎麼樣 看你用沒想要是一台 去年的 去年的NVIDIA GDC 去年11月15號 確實就有一個NVIDIA的 執政工程師在講半精度 我剛貼上那個社群 大家給請 P2進 對 然後他也是先 11月15號 去年11月15號 因為他做很多 他已經寫出這個 如果看他那邊 底下有多少comment 我這次都把音樂送卡給他 讓他去捨 欸 不知道不知道 看圖就好了 1080 他下面還有直接commentation 比如說你要買什麼 對一個beginner來講 是怎麼樣 對 2070 performance 2070 他就講那個CP值 跟1080差不多 他講的是 那上面是performance 那你還要加他 你要買的錢 所以你底下 CP值 對 喔 我搭了 他底下也有一個 除以搭了 我這個之前有花一些時間準備 我可以把 怎麼組的也貼上去 每塊錢 每塊 每塊錢的performance 那邊吃 那邊吃 你最好 對啊 對啊 喔 卡網 他這一邊文章他常常要費 只要有初心卡他就要費 他就會狂吃他可以 那一定有人送他吃 這應該是廠商 合約 測試 可是這個 這個我記得 這可能Google一下 就是 我確實有看到說 我那時候有比掉 2080跟1080 2080的半程度 伏電數運算能力 1080到非常多 超過百 這兩百能 他上面也有寫 為什麼你可以用16幣 有沒有 這個 re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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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就是說 他上面給你們建議 如果你 開始要去 Gaggo去參加比賽 等等之類的 那你應該怎麼做 如果 你們 老闆都有實驗經費的話 那就不用管這個 好不好 你買最貴的 那你就不用管 對不對 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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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是不一樣 考量點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要用半精度的話 就要用RTS 2000之後的卡 因為我記得有一篇論文是在 有一篇 人家是在說 半精度 對 這邊也是這樣講的 可是半精度 因為 因為我去年去聽那個GDC 有一個資深的工程師 在OVDI資深工程師 他有 他給的其實很詳細 就是你如果要做半精度的話 因為半精度他的精度會變小 所以你要在某些地方 然後乘上某些乘數把它變為單精度 然後在某些步驟 再把它乘上某些乘數變雙精度 那要有一個流程 不然你會 失去準確度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一些套進可以 比如說API call一下 就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當時開始有點麻 你要 你要知道那個流程 那12月之後 還有一個 再另外一個 不是職重談 上面來談 是 如果你要絕台PC 應該怎麼做 我 我剛剛也貼上去 貼在上面 貼在上面 這個我還沒有很仔細看 因為現在牽著到說 你的 結果有人在談上你的CPU 然後你 因為你這個卡插上去之後 不是只有這個 你還要考慮TCI的BOX TCI的BOX呢 到底是 因為我們Intel的CPU 它上面的BUS 其實 比較高檔的 沒有那麼多 沒有什麼 這是四圈的 那 但是 有人就講說 其實你不要那麼 care 那個圈 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我們剛入門想要去Train 如果你真的是已經上面要插四片卡 或什麼 這個 這不是問題 你不要聽我在這邊 這邊講講 我目前最多最多 我會插這兩張卡 大概 自己花錢會 花兩張卡 對 但是還有其他問題嗎 剛剛有一個 就是 在討論那個 shortcut and connection 那一個 對 這個 可以 轉向 就是 呃 我們的看法 就是它實際上 不是一開始 從X一直傳 傳到最後 它那其實 其實是兩個 會有一個新的output的輸出 輸出之後 新的output才往下傳 是啊 對啊 所以 因為剛剛那個 前面那個說 有一次從X一直傳到後面 喔 對 對對對 加在一起就才往後傳 我都沒有意思 對 就是它有新的output之後 再把新的output往後傳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我想有一個問題的是說 這張圖吧 它table裡面有寫到說 BGG19的那個 運算量啊 是191個 乘跟加的運算 然後 對對對 然後 它的那個 它的plan 就是plan版本 就是32乘 他說它的運算量 只有它原本 就是BGG19的18% 對 沒錯 可是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我看起來明明就是 上面那一個 它的運算量比較多 它那個到底為什麼可以接受 就是 百分之一到 百分之18% 可以接受 沒有 那後面有Fully Connected的 4096 我猜是這裡 那中間它那個是直接 拉過去 那這裡有兩個4096吧 我猜是這個 我知道什麼 是嗎 我實際上算一下 所以就是 不是很瞭解它 實際上 它那個數字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它夾到152層的話 它這樣子去穿量 還會比BGG19還來得 來得少 我看一下上面寫BGG19 應該是那樣子多少 我猜是在那邊講的那個東西 BGG19 這配合第三頁的項 3.3 最下 那3 那4 3.6 BGG19 VGG19 沒有 R-ray B-SX 他們自己的剩餘資產是 3.6 billion Plant的那個 3.6 billion 所以大概就是 所以BGG19 就是大概 3.6 billion的5倍 168 所以想像BGG19 它說號稱說 BGG19的運算 那假設算是對了 那你 它 BGG19 它的Planetwork 暫時成是3.6 billion Flops 所以你的 假設是 假設是 BGG19的20%的話 就乘以5 這是5 乘以3.6 乘以10 的 9次方 5 乘以3.6 19次方 快 快到20 接近十幾 15 15多乘以20 或者15到20 乘以19次方Flops 他15多乘以19 他有直接寫49.6 他有直接寫49.6 哦 59.6 那是比較少啊 因為他的 他這邊只有11.3啊 152層是11.3 你看後面那個 那個 到152層結構都列給你那個表格 最下面 152層那邊是11.3 對 11.3 billion 所以還是比較小 但是他 為什麼運算量會這麼小 是10 他回去自己乘一下 我現在還不熟悉 那個convolution 運算量寫 對 因為他這裡運算量是 後面有個括號是 乘跟加 我在想試試convolution的那一個動作 因為convolution是乘嘛 乘完之後加起來 嗯 感覺是單純的 蓄算的convolution的運算量 你這邊的家也是家 show part convention也是家 乘跟家喔 對啊 那 convention就沒有了吧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